回到刚刚早上这一个档案 我们是不是已经算过了人口数 对不对 这个档案里面 因为我想要继续算 算什么 算死亡的人数 好 所以呢 就直接打开这个档案 然后资料 新查询 从档案 从 你记不记得刚刚那是 那是什么档 ODS 它既不是Excel 也不是CSV 也不是资料夹 也不是文字档 所以呢 你这边找不到 假设你现在就把它当作是Excel 然后你去取得 我放在B词别基底下的 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把这边选所有档案 有没有看到 虽然你现在看到ODS 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读进来 先死亡嘛 对不对 这个档案 然后汇入 你没有看到它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还不如 我们先把那个档案 先做一个很单纯的 就是 好 我只是把刚刚那个删掉 删除 对吧 没有任何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档案 至少先存成Excel 也就是打开来 然后启用编辑 这是结婚嘛 这个档案先另存 浏览 存成这个Excel档案 储存 是的 就是我先把这个档案 存成Excel 因为Excel 它是可以读的 所以它这边有两个档案 然后就可以关掉了 接下来 这个档案 一样也打开来 它是ODS 可是 一样它有两个资料 有两个 对不起 开到相同的档案了 结婚 这个 出生 然后 启用编辑 档案 然后另存新档 存成Excel 是的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性质是 一格表格 第二格表格 有看到吗 第一格表格是 民国90年到99年 第二格表格是 100年到109年 那 110年呢 就会变到第三格表格了 对吧 好 再来 就是 这个 死亡长什么样 出生大概就会长什么样 因为它其实是来自相同的系统 但是结婚就不一定了 好 一样档案 另存新档 存成Excel 这个刚好是Excel 我刚开错了 这个档案另存Excel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单纯就把刚刚那三格档案就分别储存成Excel 好 所以你看一下哦 就是 等一下我就不要用这ODS了 我只要用这个Excel 可以吗 所以麻烦请你们 先把那三个ODS档 另存成Excel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